平川说电竞天天也要模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第一半线下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他终于来了啊 有happy大战浪漫 BO5的比赛双方一共大满无常 前四场双方打成二比二平 可以说是拼得相当的惨烈 好最后一场谁赢谁就是冠军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洛锤镇 出身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组爱丽浪漫 我们的中国人组也是目前的世界第一人组啊 最近一年浪漫的成绩是越打越好越打越好 但是呢 由于一些原因是吧 魔术比赛基本上就是线上来的 所以浪漫缺少一个含金量特别高的线下国际魔术比赛来证明自己 这一次他果断参与了这个比赛啊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博士族ID Happy 来自俄罗斯的网林选手 那俄罗斯网林选手吧 人称欧环 最近两三年啊 基本上参加线下比赛 欧环都是冠军啊 基本都是冠军 好我们看一下 这双方达到第五场啊 谁赢谁就是冠军 不过输的那一方啊 也是没有遗憾了是吧 拼到了最后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场双方的英雄首发浪漫 选择的是大法师的一个首发 这边选择的是巫妖 我欧环的话 除了第一局选择DK啊 其他四局选择都是巫妖 浪漫的话 第一局大法师最后一局也是大法师 有始有终啊 但是第一局大法师他输了 浪漫最后一局 他还是拿出大法师 看来对自己大法师还是非常有信心啊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 双方是不是又是对开矿的一个打法啊 这一次浪漫参加这个迪拜线下比赛啊 确实不容易啊 因为这一段时间 他遇到兽组稍微的没有那么自信啊 在小组赛中差点被送印给淘汰 然后打路半车半决赛之后呢 又被福克斯直接2比0打入到败者族啊 这个时候浪漫并没有放弃 而是越战越勇啊 直接2比0击败墨2比1击败福克斯 重新杀到决赛啊 和欧环在决赛中的相遇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的话 大法师选择的是先练一个小点打了一个指环加次 HAPPY这一边是选择又是开矿啊 又是开矿流 最近HAPPY开矿感觉一开的越来越有心得了 那HAPPY的大法就是自己第一时间开矿 放开好之后直接是对手家里啊 阻止对手开矿 这样对手可能会炸 那这一句HAPPY好像又是这样的战术 好5击狗头人 我们看一下掉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打了一个幻象拳杖嘛 还行 不是公爪 这要是公爪的话 乌妖如虎天翼啊 好大法师神到了2级 乌妖也到了啊 那人族的话先列两个小点 然后再列分矿 那这个时候HAPPY直接抓了过来 HAPPY是两个点一起侦查啊 这个矿看一下 这个矿也看一下 好骷髅确认完毕 就是开这个矿 那乌妖直接过来抓 这一波的话我们看一下 欧皇的话已经在掉兵遣将啊 这边三条小狗三个骷髅 后面又拉了三条小狗过来 六条小狗 哇浪漫这一波非常的危险啊 来也是打了一个幻象拳杖 这个乌妖是假的 这个乌妖也是假的 好这个是真的 那这一波的话 浪漫农民我上来死俩 哎呦很危险啊 狐妖又开始杀农民了 这一波的话 大法师身上有个隐身斗篷 赶紧再杀一个单位到三 现在二级大法师确实差点意思 好有个隐身斗篷赶紧隐身 欧皇这里疯狂的屠农 完了浪漫 第一波农民好像全部被杀完了 这这疯狂感觉开不出来了呀 好民兵再一次敲过来 那民兵再敲一次 这一波我就是要开 那欧皇说你开 你再开你试试 我又来杀农民了 好这个时候浪漫决定 最好的防守还是进攻 我这边框开不开得出来不好说 但是我必须得进攻 大法师到三级了后 直接去欧皇的分框 那就问你欧皇你守不守 欧皇表示我暂时不守 先把你农民给杀完 哇这第二波农民好像又要被杀完了 来 好两个回去 这边反补掉 那浪漫直接冲到欧皇的分框 我开不出来你也别想开 这一波大法师是有三级的啊 二级大水源一招 这边幻象全杖 暂时还没有用 后面的话发挥的空间也很大 这一波我还好留了个小狗 就怕你再开啊 然后呢大部队直接冲了过来 浪漫的话去买了个贵族投还 可以 这一波happy的分框也没有开出来 这一级听得相当的刺激啊 浪漫这边的话已经有七个富特曼了 你矿开不出来冰塔我也给你拆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浪漫 哎 冰冰第三次敲啊 还是想开 还是想开出来 这边乌妖的话 二点八级马上要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大法师可能就站不住 这边看看冰塔给你拆了 浪漫的富特曼啊 继续进攻 我这一级浪漫打得相当的积极主动啊 你不浪我开 我非要开 关键我这个矿呢 还不怎么守啊 我要过来进攻 我要进来给你压力 这里的话乌妖还是没有到三 那大法师的话有鞋子啊 有贵族投环 这里比较灵活 就是不让你开 然后自己开 这里拉了五个农民 自己开 欧环的话 喝四条小狗过去了啊 又要开始杀农民了 这也计真的是各种拼刺到啊 相当的惨烈 大法师过来一路压 你疯狂看不出来 我主控还要压你一波 这边二级大水一招 乌妖的话很难受啊 到现在还是没有到三级 好 浪漫直到你对手要过来了 直接再敲了三个民兵过来防守 两条小狗 两条小狗 三条小狗 四条小狗 四条小狗 三个民兵 这个时候 哎 欧环刚才有点操作不过来 赶紧操作一下 家里的话 我被富特曼打得相当的难受 这一局浪漫打得相当的刚啊 再也不是什么防守反击 我就进攻进攻再进攻 家里的话 民兵敲出来 欧环这边小狗已经操作不过来了 操作压力非常的大 我这一局浪漫的操作 这实际是超神了呀 搞得欧环三线操作的操作不过来了 现在乌妖迟迟不能到三级 好 大法师回来过来处理一下 这边的一个小狗 来 二级大水源一手 那浪漫的分狂开了出来 欧环的矿没有开出来 此消彼掌情况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开局 欧环直接杀了浪漫两波农民 结果浪漫一波反击 欧环的矿被打掉 浪漫的矿又开了出来 好 那等资源差不多就可以升二本了 欧环的话好 重新想再开一次矿 再开矿 但是人走这边的富特曼的数量 是有点多了啊 八个富特曼 哎 听说你要练级 五个富特曼 要不来一个围杀 好 乌妖赶紧走 赶紧走 乌妖终于是到三级了 所以到三 乌妖身上的蓝非常的多啊 大法师把这个野怪 纪念值拿到 还有个弓爪 哎 弓爪的话双方都没有时间去捡 好 大法师先绕一圈 走 这边浪漫家里的富特曼 继续招啊 继续招 好 水元素反补这个小步兵 就是不给你经验值啊 两个人拼得相当的刚 关键操作还很细啊 时不时还反补一下 大法师升到了四级 双头黄的大法师 也是非常的硬 那接下来这个公主啊 谁有时间去拿一下呀 水元素 我又把一个小狗给干掉 两个大水元素数太给力了 这乌妖小生版感觉有点扛不住 浪漫分框开好 商店造好 好 要高一贴 舒服了 浪漫开始升二本了啊 浪漫已经升二本了 欧环的话还是一本 欧环的分框暂时还没影子 浪漫的分框已经开好 二本已经开始升了 这一集人族的科技 人族的分框通通比欧环好 这欧环扎了呀 这一集 浪漫打得非常的凶啊 好 我们看一下二级大水元 乌鸦这边想围杀一下 来未来围杀 但是这个二级大水元有点凶 我又一个大水元过来了 大法师的话 走位很小心 千万不要被乌鸦打断 要高效果 现在这个大法师 四级大法师 二级辉煌光光 疯狂的招二级大水元 这二级大水元 打得乌鸦没有脾气 来 你走 你走 我就拆你的分框 你分框再拆下去 你就没得玩了 好 框盖子马上造好 但是农民能不能踩呢 是个大的问题 有两个大水元 追着这个乌鸦 乌鸦的话 小生反有点扛不住了 科技依然还是一本 人走二本 都有去升了一半 这一级想追杀大法师 但是大法师有些追不了 另外一边 这边福特曼的话 把这边欧魂分框的农民 杀得相当的难受 无妖无妖 想杀大法师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两三个福特曼追着你 大法师走位非常细 非常细 好了 这边小农民踩不了资源 欧魂的英雄也是岌岌可危 这一级欧魂没有科技 没有分框 直接炸裂 大法师又一个水元素招出来 这三个大水岩在这里 真的是横冲直撞啊 来 乌鸦乌鸦 一丝血水元素卡个位置 再点你一下 再点一下 乌鸦可能就要进祭坛了 好 这里小狗想把大法师给干掉不 但是小狗身子太单薄了 两个大水岩点了一下 直接倒 这里乌鸦能不能过来 来一发诺瓦 有没有状态 吃个骷髅 大法师好 小狗全部清理完 这边乌鸦 哇 富特曼你都清理不了了 怎么办 欧环打出了机器 我们恭喜浪漫 最终3比2击败欧环 夺得这次敌败 线下总决赛的冠军 他拿到了4000的美金 非常不错啊 这一局 这一次比赛打完之后 浪漫彻底证明了自己 就是世界第一人组 毫无意外啊 今生为世界 就是十名副骑士的 世界第一人组 一战风生 好 我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